您父亲原来做过 魏晋思想史的研究 还出过专著是吧 是在昆明写的 他就跟任基玉之类都很熟 以后就是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任基玉还派人来 到家来要这个稿子 我父亲觉得好像 他谈的一些问题 现在就有人谈过了 然后就没出 在中央文史馆 又有一个几乎内部刊物 他就是一些摘录 就攒在那场发了 是因为他自己对于 出书比较谨慎吗 还是因为什么 他出书的确是比较谨慎 可是到后来 我觉得他有点害怕出书了 害怕是因为 怕这个做得不是最好 比如说做泽维吉思想史 他就是论文的时候做过 以后他还关心 但是并没有专门在下午功夫 总怕就是没有站在学科的最前沿上 他实际上是有些胆怯的 那后来他做书画史的研究 有过相关的诸数 几乎没有 应该说他没有正式的发表过论文 也没有正式的出过书 就是在中央美人教书的时候 他写过几个比较长的稿子 当然那情景我还记得 就是都是夜里写 通宵通宵地写 写过李成 写过李公林 还写过宋元的会发誓的讲义 我当时真的记得他就是很努力 很运功 天天熬夜 但是以后都没出 只是把一些解药 以后就在中央美人教书馆 半内部开户上发了 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出书 只是为了学习 没有 主要为了授课 但恒生授课 也显然大过讲义的体量 比如说李成 李公林 他都写了五万字以上 五万字以上的话 要讲的话 能够讲很多时间 实际上就是在美术史上 一般不会这么讲 80年代的时候 您父亲曾经撰写过 WDN百科全书 关于中国书画的那些词条 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工作 当时这样 好像中国和英国就谈了 要出版这本书 然后摆这个条目 就是拿来一看 觉得就是 书画部分的做得很差 整个美术部分的做得都很差 负责这个事的人 那是我父亲一个同学 比我父亲蛮级级的一个同学 他就找我父亲 我父亲就摆了一个事 就接过来了 然后他就努力地做了一些 但是也做了很多年 就每一个词条 其实相当于一篇文章 相当于一篇论文 好像倒不至于这样 浓缩了就是他一生的心血 但是因为是词书 所以就是内容不是很丰富 但是 fairof Living ład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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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